三角梅到了 很多话说 老花一你不整点三角梅吗 整了整了 三角梅这个呢 咱们先说养护啊 再给大家叨叨闲片的事 首先呢 三角梅大家伙养护 遇到的更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差不多现在春天了 好多的话说 老花一我的三角梅叶子都雕光了 怎么办 这个现在这个季节 如果说你家里边正常养护的三角梅 叶子雕光了 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它还有个名字 叫光叶子花 一听 原来这么个事 一般这个季节是在开花 马上就要开花了 应该是满盆爆花的一个状态了 叶子的话 对于三角梅来说 就不要太过于纠结 再说它的一个对于气温的要求 其实这个三角梅这个东西 在咱们山东地区要想地栽 就是说过冬的话是比较难的 尽量的维持在这种五度以上 它不爱落叶子的温度 尽量的维持在五度以上 适合大家做一个盆栽 南方的花油是可以订在那 那北方的花油就算了 光照 光照是一个影响三角梅很关键的一个点 好像脱跑了 老阿姨我的三角梅不爱开花 没有光照它肯定不爱开 再有一个点 三角梅的花是里边的这个东西 是里边的这个小柜柜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它的花 它外边的这个东西 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不算是它的花 只是说它那个花脱花饿的一个小部分 这是一个点 有的话我说老花一 我养的三角梅给足了光照 却也不开花 我给它用了肥料也没什么用 三角梅相对 相对的来说它是一个燕肥植物 就是它不怎么喜欢大肥料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它开花是里边那种小小的摘子花 所以说基本上还得以叶为主 大家用肥料的时候 有的话我问我三角梅用什么样的肥料醉哇塞 其实讲句真心话 真是农村里面那个老粪坑 你上去八年以上的那种老粪坑 啪一下给它弄上 对吧 其实就是这种自然发酵的粪肥 是给它是最好的 好吧 那如果说大家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一些通融的 不需要说是零散热性价 大量的上来炊花 不需要 再有一个呢 三角梅要再略干一点的时候 就是它自己感觉 这个水老是紧张 老是干老是干老是给供不上 它那个时候就逼着自己 哇 好能有点水了 我得赶紧开花呀 它就爱开花了好吧 光照 适当的薄肥 然后呢就是适当的控水 才是二度开花的一个要点 会长得很长 三角梅呢 它有一个特性 长得长得 它就跟藤条似的 它长很长 就剪啊 不要弄得太长了 如果太长了的话 营养全分散了 它也不爱开了 好多的花手给我弄过来三角梅 哼 跟柳树一样 跟鲁子生拔的那颗柳树一样 搭了那么长 我说你留那么长干嘛呀 我说留头发呀 干丝毛啊 剪啊 一会儿说怎么剪 你只要下面有叶片 觉得那就老家 老化的吧 下面有芽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好吧宝 用土的话要求不高 也就说到这个 番外话了 一会儿说老花有没有 那个专门用草炭土 用那个羊羊土来养的三角梅 用泥炭土 我想买点 其实呢 用泥炭土养三角梅 是完全可以养活的 但是养活成本它相对来说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要知道像这种泥土 咱们擦这种棒吧 你看 它擦下去以后它很稳定 在浇水的过程中呢 它不会稍微一冲它就倒 如果说用泥炭土 作为一个养活机子的话 我们大棚里面浇水的话 会大面积的浇 一浇直直直直直直 首先第一个就给它吃倒了 你还得浮起来 好容易长点根吃倒了 所以说呢 一个是固定性稍微有点差 第二个呢就是控花 刚才咱们也说了 对吧 你像 要略干一点它爱开花 你像泥土的它就很好把握 用眼一看也看出来 泥炭土它就不好把握了 因为它相对来说保水性 保肥性比较好 像它的一个营养价值 含量高了以后呢它光瘫涨 像保湿性效果好了以后 它也是光瘫涨 它就忘了开花那查证了 所以说 我也希望 有这种大神嘛 能够搞出来 你负责生产 我来负责推广 对吧 不是不能 是能 但是难度高 爸爸 就是大家要理解 嗯 最后一点给大家说一说这个 三角煤的一些个 好玩的吧 就是有的话 我说老花佑 我的三角煤 按照你说的 它也不开花 你要了解哈 它有的品种呢 它就是不爱开花 那叫惰性植物 明白吗 三角煤也一样 不过呢 我面前的这个呢 是一个绿莹 这个呢 就比较琴花的一个品种 非常不错哈 嘿嘿 别的不说了 我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三角煤的养户到这儿了 绝不做 就点赞啊 白了